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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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安迪教大家 做食物的時候 今天我們做一個 士多啤梨水晶蛋糕 我們一齊看看 材料 今天的材料好多 你看看 慢慢抄下 好了 我們開始處理了士多啤梨 我們用來做果肉 我們將它 那個釘和葉 我們全部都不要 然後我們 切完之後 我們的總重量要大約有220克 我們會用來打果肉 好了切好之後 我們將它放進攪拌機裡 我們會將它打成果肉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製作餅底了 我們首先 將牛油 融掉 然後把牛油 放進麥匙袋裡 然後呢 把牛油 放進麥匙袋裡 我們把牛油 放進去 倒進去 那些膘肌裡 然後拌勻 拌勻 然後把餅水倒入焗盤 然後用時間輕輕壓緊 沖上保鮮紙放入冰箱30分鐘 現在是時候做奶油芝士 把奶油芝士加進奶油芝士一起攪拌 你看到的狀態很硬 所以要用力氣 現在加入糖再攪拌 攪拌均勻後再加奶油芝士一起攪拌 現在剩80g的士多啤梨果肉倒進去 再攪拌 好,我們進行另一個步驟 就是要開始攪拌忌廉 記住打一打一打,我們要加糖一起攪拌 好了,我們打好忌廉之後 就把三分之一倒入剛才的士多啤梨漿裡 先攪拌均勻 好了,攪拌完之後 其餘的都攪拌一起攪拌 好,你倒一些醬汁倒進鍋管裡 倒大概八成滿 然後鋪平之後 風暴才放在冰箱裡 冷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好了,我們都開始做那層水晶了 我們首先把5g的耳膠粉倒進35ml的水裡 攪拌均勻 好了,我們做好魚膠水 好了,我們做好魚膠水 我們把它倒進150g的果肉裡面 然後我們再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就可以直接倒進蛋糕面裡 就可以了 倒進蛋糕面裡 就會形成一個水晶層 放回保鮮紙 放在冰箱裡冷一個小時 好了,我們現在就準備鋪面的士多啤梨 你選擇大約16粒 形狀大小 相近的士多啤梨 我們就是把它切成底部 另外,我們再用多一個白粒士多啤梨 把它一開二 好,接著先做透明啫喱層 我們把7g的魚膠粉 加到100毫升的水裡面 攪拌均勻 之後我們用100毫升的水 加40g的糖 10g的檸檬汁 然後用很慢很慢的火 去煮肉 好了 我們關火之後 就加上剛才的魚膠水 現在還是很熱的一個狀態 我們把它坐在冰水裡面 去降溫 因為我們要把蛋糕放在蛋糕裡 好,我們現在開始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我們就開始裝飾蛋糕 好了 好了,我們砌好之後 然後呢,我現在就把啫喱水 倒進去 那你不要倒到滿寫 倒到大概去到 那些士多啤梨八成那麼高 那你就好停了 然後呢,我們呢 然後呢,又放回到雪櫃 雪三十分鐘 那雪完三十分鐘呢 又拿出來 我們呢 將剩下的啫喱水 倒滿去 直至到剛剛 蓋過那些士多啤梨 那就可以了 最後最後再雪多兩個小時 那就可以了 終於都雪完了 我們現在拿出來看看 哇,份量十足了 我們這次 好 開封 哇,好完美呀 我們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們呢 要將這個蛋糕那個士呢 要輕輕出來 reef 零 是 沒有 大家吃吧 又是VFX時間啦 好了,我們這次先試一下 這次呢 啫喱可以再進步一點 因為這次的啫喱就不夠 還未夠鋪 Cream和餅底就可以了,沒問題 所以下次唯一要進步的地方 我再研究一下啫喱可以再進步 生火很好吃 這個蛋糕不太好 味道都很正常 好了,下次有改進版的時候再通知大家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謝你,拜拜 拜拜